Hello 各位朋友 大家好 又來到潛水大師 講一下 Bill 的時間 今天想跟大家介紹一下鏡頭前面的這麼有趣的東西 這盒究竟是什麼呢? 當然是手錶 未開始介紹的 Bill 前 都沒有問題 記得 Like 影片 Share 給朋友 和 Subscribe 頻道 按一下小鈴鐺 如果未加入我 Facebook 群組的朋友 記得在 Facebook 旁邊 搜尋潛水大師 講一下 Bill 歡迎大家加入 大家一起討論一下 事不宜遲 我們先看看 Bill 的真身 好 去片 這個錶盒很可愛 不說 以為是一盒食物 還有幾千年月餅 中秋節未到 看上去以為這麼快出現月餅 說笑一點 Anyway 今次介紹的品牌 其實叫做 Text 如果之前有看過一片的朋友 都介紹過相機錶和鏡頭錶的概念 就是這個 Text 的品牌 是一個日本品牌 整天都是Made in Japan 日本製造的 當然日本的品牌 這個品牌 當然它的特色就是 包裝跟一般的錶都很不同 很有驚喜 其實今次這系列有三種顏色 跟大家介紹一下 未開始講之前 都講一講一些背景 話說今次這個 Mask Player 系列 Mask Player 系列 其實是 Text 在2010年的時候 首次生產這個設計 當年是純粹只有石英機芯 當年都很受歡迎 隔了這麼久 現在 Text 再重新 再投產 這個系列 今次就採用了自動機芯 Miyota 新款白系機芯 小背景講完了 我們快去看看 表現真身 今天是黑色給大家看看 好 開啟 好 開啟 好 開啟 嘩 第一個感覺 當然是一個很有日本設計的感覺 就是日本的設計 錶面的排序 包裝得很漂亮 放得很漂亮 簡單單 錶頭和錶帶 另外這些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純粹是貼紙 還有一張類似保養卡的資料 但是全部都是貼紙 這些 沒有什麼特別的 我可以放在這裡 直接看看錶 錶頭和兩條帶 應該是一條帶 上下帶 分開了 那條帶 我還未把這條帶和錶組合 之前 或者分開來介紹 這樣可能會更容易 好 給大家一點時間看看 錶頭就是這樣 看上去好像有點怪怪 先擦一擦 好像跟一般錶不同 時分秒針去到哪裏 其實這次的錶 Mask Player 這個系列 其實是一個概念 是一個叫做半月型的概念 再加上這個 叫做面具的概念 在左邊 整個錶的左手邊 發覺有一半是遮住了 即是半月設計 再加一個半月的概念 而右邊 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 3點 有一條橫線 這條橫線是一條線 不是一支針 不要誤會 初初看見 好像有一支針 停止不動 其實是一條橫線 是一個黑道 在香港說 方便大家看時間 而 大家可以看到 正在動 有支秒針 很明顯 而 時針和分針 究竟是哪裏 其實這錶的設計 是時分針 用了一個盤 大家可以看到 在右邊的外圍 有一個看時間的盤 在裡面的內圍 有一個看分鐘的盤 就是這樣 那怎樣看法呢 這條線 譬如舉個例子 現在 看時間 其實現在就是 在1和2之間 還未到2 即是說1點 還未到2點 那幾分呢 就看到40多 43 那1點43分 就是這樣 其實看慣了 很容易看 看一看 黑道 在哪裏呢 1、2之間就是1 那四十幾 直接黑道 可以看到 1點43分 就看到 這支秒針在動 可能有些朋友 覺得操控 有點難看 老實說是這樣 這些玩設計 玩概念 一定是有另一種角度 去看時間 標的就是這樣 如果當然要很清楚看時間 一看就看到 當然是正常時分秒針 但這次當然不是 是一個概念 而這個標盤 大家可以看到 標盤中間 也是一個透明 可以看到 中間的機身擺動 其實有點像 之前那一隻相機 即是一個鏡頭 鏡頭錶 即是很大的 魚眼鏡 那一隻 中間又是有個孔 可以看到的 那就是鏡頭錶 好 或者可以 教一教時間 給大家看到 就知道大概 那個時間 怎樣看 怎樣走法 這個標盤 就不是什麼 潛水標 防水性能 都是一般的 50米防水 一般洗手 沒有問題的 霸的 都是推拉霸的 拉出來給大家看看 這樣拉 看到停秒的 停秒的 停秒代表什麼 這個是Miotta基心 其實如果大家有 研究的朋友 都可能知道 Miotta 伯系來講 都好像有些分別 這次用了 Miotta 82 S0 的基心 我們叫做 新款伯系 新款伯系 會停秒的 21隻 Miotta 伯系 停秒基心 拔針停秒 大家看到 教時間方面 這個伯的 逆時針 這樣扭 逆時針 一霸的逆時針扭 盤就會順時針轉 大家看到 在外圍的圈 時間 5點 5點多 6點 如此類 都可以這樣教 有些少少 好像 跟正常看標的時間 看時間有些少不同 譬如我現在調到 7點和8點之間 中間看到 十幾分 就是這樣 按下去 按下去 就 尖針繼續 走 現在Zoom 近一點 看 現在是7點 22 23分 就是這樣看時間 有些少少 玩設計 看時間 都要頗好 眼力 如果眼力不太好 可能會有少少困難 這隻手錶 不是很大 只有42mm 而且很輕盈 只有96g 100g 也不夠 42mm直徑 厚度是13.5 這隻手錶 其實我還有少少感覺 有少少像 7 Friday 的感覺 因為 錶細 錶帶 很闊 因為這次的錶帶 用了26mm 錶2 一會兒說錶帶 錶頭 表面頭 大致上是這樣 這次我用這隻黑色 為什麼用黑色來講呢 因為黑色其實是限量版 限量500隻 現在手錶上這隻 018隻 18隻 黑色 另外這兩隻 不是限量版 我一會兒都可以給大家看 現在看看黑色 它的封面 都做得很漂亮 是瓦克的設計 而這個錶圈 就是拋光 令面黑色的設計 在霸底方面 已經試過了 推拉霸底 也有TASK的Logo 在這裏 整個線條都很漂亮 這個錶頭 我們反轉看 這個錶底 錶底方面 就是透明的錶底 也是 用一個 這個 叫做 面具的概念 就是半月的概念 就是 跟 錶面 有些互相揮影 因為都是有一半遮蓋的 一半遮蓋 那 面具玩家 這個Mask Player 就是 錶底 有很多資料 寫在這裏 Stainless Steel 316 防水 50米 當然是 日本製造 日本設計 機芯 是日本的Miyota 機芯 就寫得很清楚 Mask Player automatic 我們可以看到 機芯的轉動 只是一半 一半 就是 反映 一個 就是 和 一個 錶盤的設計 互相揮影 都是看一半 就是這樣 錶頭 大致就是這樣 好 未組合之前 先介紹一下錶帶 因為這條錶帶 都 不錯 鏡頭 大家看到 實際 如果看到 真新的 很重 皮味 聞一聞 很有 皮具的 皮味 簡單來說 厚 不是非常厚 但是 這條錶帶 很漂亮 為什麼呢 這條錶帶 是好東西 Hawin帶 Hawin帶 當然有牌子 好東西 軟身很漂亮 有快拆扣 26mm 快拆扣 原裝Tex 那個本牌 Logo 在這裡 黑色 一樣 跟黑扣 有Logo 整條錶帶 皮很漂亮 它的邊部 也有一個 沒有油裏片的設計 這感覺比較濃臂 都不錯 這個是叫做 沒有油皮 我喜歡的 一些油了 因為油了一點 邊皮有包的油 戴久了 或者戴幾次會脫掉 我自己比較喜歡比較RAW的設計 好 現在組合先 26mm錶耳 有快刷很方便 按下去 戴住 錶頭不是大 現在42mm 錶耳就去到26mm 再擦一擦 大致上的錶是這樣的 設計是很斯文 黑色的 平衡手給大家看看 42mm 很斯文 如果這些款式或者尺寸 其實一般做文職工作的朋友 都很合襯 黑色是這樣的 好 剛才都說過了 除了黑色還有另外兩隻顏色 可以給大家看看 還有藍色 藍色是說藍色標盤 有少許藍色 其實它的底下 或者半月的設計 都是銀色 這個底下 還沒有剃的 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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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介紹了黑色 所以有剃膠紙 這隻就沒有剃膠紙 就裝了給大家看看 這隻藍色的感覺 比較滑 這隻的感覺 比較滑 這隻也是 黑色帶 就是啡帶 還有這隻的 還有這隻 其實我自己本身 偏向第一個感覺 我喜歡這隻 因為它是金色 金色 金色 也是一樣 大家可以看到 或者這隻 金色 或者這隻 藍色的感覺 是比較容易看到 半月設計 或者側面看看 黑色 可能整隻黑色 剛才我都很難讓大家看到 那個立體的感覺 這隻是金色 因為它的標盤有多種顏色 加上 面具 Mask Player 的設計 大家可以看到 更加立體的感覺 我自己很喜歡金色 因為金色 為什麼呢 機心也是金色 大家看看 機心也是金色 所以我自己看上去 我對金色 比較會有好感 我拼上手給大家看看 金色也不錯 但是黑色就是一個限量版 還有一個分別 大家看上去 除了顏色的分別 還有一個分別 除了顏色的分別 還有一個分別 當然 大家看我的影片 都知道 在最後都會試試夜光 給大家看 這次的標 不是潛水標 基本上 不是賣龍夜光 也是沒有夜光 沒有夜光 是這兩隻 黑色是有的 好可愛 雖然少少 夜光不多 試一試給大家看看 這兩隻沒有的 黑色才有的 好 色燈試一下 不知道夠不夠光 很少夜光 因為真的不是那麼黑的環境 但是都可以看到的 黑色呢 這一隻 黑道 紫針 是會有些夜光的 遮一遮 因為 外面更好光 色的燈也更好光 有些夜光出現的 黑色的限量版 是會有夜光 另外這兩隻 是沒有夜光的 說明了 怎麼照怎麼黑 都是沒有夜光的 這兩隻 好 開回燈 對 大致上就是這樣 好 最後 就要多謝拍來山 Kornos 借出這三日標 給我介紹 今天介紹的大致上就是這麼多 不知道大家對這三日式 喜歡哪一款呢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直接到拍來山店 看看標的真身 或者直接聯絡我 都可以的 好 今天介紹大致上這麼多 多謝大家收看